上周我解释了阿里巴巴在港交所双重主要上市的原因 美国时间周一 也就是今天阿里巴巴发布公告称 公司被美国证交会SEC认定为一家审计底稿 无法被完全检查的外国企业 这里需要标注一个要点 2022财年成为阿里巴巴的第一个未检查年度 按照美国监管部门的规定 连续三年未检查才能强迫退市 不过该公司表示将努力保持在纽约证券交易所的上市地位 这说明阿里仍然把美国证券市场作为首要的融资平台 而且公司还有两年时间可以做相应的准备工作 当然阿里发出公告的原因是上周五 SEC网站上公布了新的被列入审计问题的六家公司 其中就有阿里 这六家公司有15个工作日的时间 提交相关材料进行申诉 以改变SEC的决定 作为与公司相关的重要监管事项 阿里必须及时披露这些信息 熟悉当前中概股形势的朋友应该都知道 给出的这15个工作日的申诉 基本上是没有意义的 目前在美国上市的所有中概股企业 都不满足美国监管部门的审计底稿完全检查的要求 在此之前已经有上百家中概股企业被认定为 审计底稿无法完全检查 其中包括大家熟悉的百胜中国 也就是肯德基的母公司 微博 爱奇艺等等 阿里之所以现在才被认定 是因为阿里的财年结束的晚一些 所以财报发布和审计检查启动也就晚一些 所有这一切都来源于美国2020年通过的 外国公司问责法案 该法案详细制定了 检查国际公司审计过程的各种规则 如果负责审计的美国上市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 也就是PCAOB 连续三年无法对外国公司的审计内容 包括审计底稿进行完全检查的话 该公司的证券将会被禁止 在美国的证券交易所进行交易 这里需要提到一个概念 审计底稿 那什么是审计底稿 为什么监管机构又必须查阅审计底稿呢 会计师事务所在对企业财务和经营数据 进行审计的过程中 将从企业那里获取大量的企业盖章 或者签字确认的各类资料 以作为审计的依据 部分资料的内容 会计师事务所还需要实地勘查盘点 以确认其数据的真实性 这些原始资料和数据 以及在审计过程中间工作记录乃至会议基要 就被统称为审计底稿 或者是审计工作底稿 Audit Working Papers 如果我们把审计后的财务报表 看作是一道题的答案 那么审计底稿 就是在解题过程中间的详细步骤 监管机构要查阅财务报表的问题出在哪里 就一定要追溯审计底稿的详细内容 甄别是企业提供了虚假的财务原始数据 还是会计师事务所没有遵循审计准则进行审计 又或者是两者兼而有之 但根据中国保守国家秘密法和档案法的相关规定 审计底稿等档案必须存放在中国境内 而且不能将其复制内容或者是电子版传送到境外 这就导致了美国的外国公司问责法案 和中国的保守国家秘密法和档案法产生了冲突 详细内容可以去阅读我在FT中文网的专栏文章 美国对中概股企业查账背后 从东南融通造假案谈起 以前中美两国政府关系比较融洽的时候 美国机构在实际监管的过程中间 对来自中国的企业网开一面 并没有严格要求会计师事务所提供详细的审计工作底稿 但随着中美两国关系开始走入低谷 以前的通融就变得越来越困难 乃至到2020年美国通过了外国公司问责法案 矛盾就进一步尖锐了起来 这也就是为什么在美中概股 目前普遍面临摘牌的风险 于是纷纷在香港双重主要上市的原因 应该说在香港双重主要上市只是一个备胎 当美国上市这个主胎不行的时候 以防万一 从短期来看 目前还有两年左右的时间 供各个中概股企业寻找替代方案 中长期来看 还是要解决中美双方的监管冲突问题 我个人并不认为这个监管冲突是完全不可调和的 因为双方以前也曾建立起会计审计跨境执法协调机制 只是由于两国关系开始走入低谷 所以协调机制也就慢慢转冷了 只要两国关系缓和 愿意携手解决 这个问题并不是本质上的冲突 当然还有一种可能性 是两国在各领域的合作进一步脱钩 那么中概股各企业恐怕需要寻找另一个美国以外的 能够方便吸引全球投资的证券交易平台 从规模来看 目前纽交所和纳斯达克还是占据了全球近半的市值 可能的选择就只有东京 阿姆斯特丹 伦敦 或者多伦多 如果部分美国的盟国也出台类似外国公司 问责法案之类的东西 那恐怕新加坡就将是首选 考虑到新加坡的中立地位 除了盘子稍小了一些之外 其他其实都不错 比如今年5月20日 蔚来就正式在新加坡交易所主板上市 成为首家在美国 中国香港和新加坡3D上市的智能电动车企业 我想在蔚来一到两年内 应该会看到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 在新加坡上市 好了 今天有关阿里巴巴预摘牌公告的解读就到这里 谢谢各位观看 再见